正当境外媒体密切关注中美经贸磋商进程时 中国商务部的一位官员说 中国希望与美国的贸易谈判 尽快取得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12月9日彭博新闻社网站报道称 商务部部长助理任洪斌12月9日 在北京对记者说 我们希望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 推进谈判和磋商 也照顾到彼此的核心关节 尽快取得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商务部发言人上周说 中美双方一直保持密切沟通 如果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应当相应降低关税 他没有透露更多季节 另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2月9日报道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任洪斌 9日在北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希望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 推进谈判和磋商 也照顾到彼此的核心关节 尽快取得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任洪斌说 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是一贯的 他再次使用了 政府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常用的措辞 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报道称 1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 是为了讨论中国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努力 这是一项包括十个部分的新计划 中国将试图通过它 来升级本国的贸易经济 中国发布的一份文件称 扩大开放将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 任洪斌表示 中国将认真落实外商投资法 放宽外资市场准入 鼓励外资 投向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 北京时间8日晚 一些美国媒体每隔一小时 就会发出中美谈判 还在继续 仍无确定进展消息的短讯 当晚举行的中美副部长级贸易磋商 进行到深夜 仍未对外发布消息 双方9日将继续磋商 分析认为 谈判严重超时 说明中美两国官员 都决心在此次谈判中达成嫌疑 特朗普也在推特上表示 与中国的磋商进行得非常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